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重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予以反制 这个两岸关系啊 曾经有过啊 春暖花开 春天啊 需要有东风 那么花开啊 需要有雨露 那么这个东风雨露啊 就是久而共识 所以如果啊 台湾的一些先生们啊 有这样的期待 愿意顺从两岸同胞的意愿 那就回到啊 坚持久而共识的共同政治立场上来 大陆相关机构和企业在疫苗研发生产过程中 始终把疫苗的安全性 有效性放在第一位 大陆生产的疫苗自去年12月上市以来 保护效力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药监局的相关标准要求 截至2月9日啊 大陆已累计报告接种 4,052万剂次 那么不良反应率啊 不高于流感疫苗 那么同时啊 大陆生产的疫苗啊 作为全球的公共产品 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使用 那么截至目前啊 我们已经向巴基斯坦等53个国家提供疫苗原重 也正在向27个国家出口疫苗 而且应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 我们还向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就是所谓的啊 COVID-19提供一千万剂疫苗 这些都充分证明啊 大陆新冠疫苗良好的安全性 那么事实啊 胜于雄变 民进党当局某些人啊 弃台湾民众健康福祉于不顾 编造各种荒诞理由啊 来拒绝大陆疫苗 完全是啊 政治心魔在作祟 近期啊 时代力量和岛内的相关政治势力 相互勾结利用 挑衅动作频频啊 不断上演闹剧 他们为捞取政治私利 罔顾民众利益 不惜加剧台湾社会的私利和对立 岛内舆论啊 对此啊 这个多有抨击 我们相信啊 台湾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啊 会识破啊 这种拙劣表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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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